中国官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 9月2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一般会在逢五逢十的中共建政纪念活动中讲话 所以这次发言显得非常罕见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 另外军方的两位重要人物缺席了活动 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们正接受调查的报道 也预示着军方丑闻基本做事 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将军的女儿 在追忆自杀身亡的吴国华时 曾怒批军中有国贼 目前来看国贼面目更加清晰 欢迎收听收看9月29日的《明镜追击》 《明镜追击》 追击中国大事件 节目由媒体人岳哥主持 主要内容包括观察 采访和竖评 习近平9月28日晚间在纪念建政 74周年招待会上做讲话 现在看确实是比较的罕见 一方面一般来说中共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本人是逢五逢十周年 会做一些官方看来 或者官方宣传中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发言讲话 包括建党 建军 建政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在习近平主政以来 非五非十的这种建政纪念 一般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来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国务院来发言 退下来的中共和中国国家级 正国级的官员 一般也不参加非五非十的相关的招待会和纪念活动 第二点比较罕见的还是内容上 其实中国央媒也是比较直接的 做标题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么几句话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我们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 继续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 然后坚定不移 朝着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基本上主要的媒体 也是抓住习近平这几句话来做文章 知识中心最特别的当然就是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这样的表达了 可以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2014年建政65周年招待会 习近平他用了团结用了六次 2019年招待会用了九次 2023年的这一次是用了三次 所以这样来看 虽然是说了团结 但是团结的必要性 重要性紧迫性 那没有之前两次来的那么的强烈 接下去信心这两个字 2014年2019年都没有出现 都是零次 2023年是出现了两次 所以显而易见的习近平 作为目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选择在74周年纪念的活动上 招待会上来发言 而不是让李强来做讲话 首要的目的就是提振方方面面的信心 哪些方面的信心要提升要巩固 习近平的讲话其实还是比较的简短 也没有具体去展开 不过分分钟能够看到 现在普遍的一个说法 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 经济界的人士 就是长新冠效应 仍然是影响到人们的信心 长达三年的意控 客观来说第一年第二年的做法 因为新冠病毒当时还处于原始的毒株 以及比较早期的毒株 一般的说法 它的致病力是比较的强 而且那个时候疫苗和药物都处在研发 或者是说刚刚上市的阶段 所以中国采取比较严格的这种 分控管控的措施 客观上来说呢 还是对于挽救生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第三年 随着新冠病毒已经是到了奥密克戎的阶段 其实它的致病的能力是相对弱一点 但中国仍然是非常严格 甚至是更加严格的去进行管理管控 然后到了2022年年底12月份 突然又是180度的大转弯 而且在大转弯的前夜 中国又没有比较好的疫苗 比如说信使核碳核酸疫苗 又没有比较好的 没有储备比较多的抗病毒口服药 所以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人心对普通人的损害 心灵创伤是很明显的 在企业这个层面 小微企业遭受到的打击冲击 可以说是致命的 因为各个地方其实是有所谓的白名单 但是白名单主要是管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包括民营 外资 国有企业 他们的一个疫情封控管控值下的运作 但是小微企业 那就是入不了这个花名册 要政策没政策 要资源没资源 要配套没配套 所以举步维艰 而其实小微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 是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其实包括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外资企业 也是透过商会组织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就是因为你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太高 给他们的正常的运营 其实是没有办法维系的 说关就要关 说停就要停 说把人管制起来就管制起来 在地方政府层面可以说也是疲于奔命 尤其是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的一些相对贫困的地方 其实是越封控越防越没有信心 民进追击在疫情期间是采访过河南省下面的一个地级市的县 一个居民就表示 其实当地人力物力财力智力都有限 根本是不会去做什么流行病学的调查 而且发现了这样的疑似病例 也没有说给他关一个单间 都是征用了学校的宿舍 七八个人有没有咳嗽的阴性的阳性的疑似病例 关在一起 等了七天以后再说 严重的就转出去 如果最后都没事 检查都是阴性 皆大欢喜各自回家 连当地的居民也是表示 那这样的防控还有什么意义呢 它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地方财政 当然负债是一个老问题 但是三年易控下来 中国地方上的负债是不断的在增加 以上说的是习近平的讲话 那么再回到9月28日晚间的这一场招待会 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当然就是军方 现在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画面 那能够看到张又霞和卫东 目前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 是在现场 尤其是张又霞陷入贪腐的传闻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最近已经是连续报了至少是三次平安 接下去就是目前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四个委员中排位第一的李尚福 他同时也是中国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兼任着中国国防部长 是没有出现在9月28日晚间的招待会的现场的 稍微早一天 9月27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举行了一次集体学习 李尚福没有像别的几位国务委员一样 去列席集体学习 也是缺席了 五个国务委员副国级的官员短短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五个少了两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丑闻 另外三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刘震丽 苗华 张盛明 不管他面部的表情怎么样 那至少他们是坐在9月28日夜间招待会的现场的 以上说的是军方目前在任的高阶的官员 那么刚刚退下去的官员谁没来呢 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魏凤和了 因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9月28日这次招待会的说法 就是参加会议的很多了 800多人 那么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中国的国务委员 以及曾经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也是出席了招待会 所以很简单的理解 魏凤和是缺席了他最不应该缺席的场合 李尚福从位置上来看 事实上接替的就是魏凤和 两个人都是中共中央的军委委员 都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火箭军之前的副司令员吴国华 是在今年的7月份自杀身亡 在7月底 吴国华的女儿就写了一篇 确实感情是比较真挚的文字 来追忆他的父亲吴国华 人之常情也可以理解 那么在文章之中 他就特别提到了军队之中是有国贼的 明镜追击当时是委托中国大陆的媒体朋友 就和吴国华的女儿进行联系 就是看他愿不愿意谈一谈相关的情况 谈多少由他来定 那么吴国华的女儿就表示 他是很提防国贼的 不愿意和海外的媒体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可以看到 他的道文的重心 他自己心里耿耿于怀的 就是所谓的国贼 吴国华的女儿不愿意多说 因为事情确实比较的敏感 所以也就不好再进行追问了 不过根据吴国华他的履历 他在火箭军担任副司令员期间 他共事的主官 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一共是三位 后面成为政国级官员的 只有一位就是魏凤和 所以能担得起国贼这个重量的 那也只有魏凤和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联想 在李尚福8月29日 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之后 其实就已经有主流的西方媒体就提及了 魏凤和也是牵涉到了中国军队的贪腐 也在接受调查之中 在8月31日 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那么是每个月举行一次 在会议上有记者就询问魏凤和的下落 那么当时发言人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吴谦就表示 我们将调查每一个案件 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 中国军队依法治军 对腐败零容忍 9月28日的夜里 在习近平呼吁团结 呼吁信心的那个夜晚 中共非常多的 过往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一些高阶的将领 齐聚一堂 但是魏凤和是缺了一份 对他来说形势是大不妙 中国目前在世的活着的 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算起来大概是六位 如果说魏凤和最后果然是出事 那等于六位国防部长少了两位 就像前面五位国务委员少了两位 他很大程度上也印证的 中国军队的腐败 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尤其是高阶官员 用中共官方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关键岗位的 关键人物的腐败 已经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这样的军队啊 能去打仗吗 那不要说普通人不相信 不要说把自己的孩子子女 送到部队去的这些家长们不相信 不要说这些最后冲锋在前的 普通的年轻娃娃们 恐怕心里犯嘀咕不相信 恐怕连习近平本人 和他的政治精英团队都不会相信 这样的军队能去打仗 这样的军队能够打出胜仗来 一个魏凤和 一个李尚福 尤其是李尚福 因为他是目前的在任的中国国防部部长 中国国防部部长虽然是一个虚职 但是他还有一些 比如说国防外交的功能 那少一个人 持久的少下去 也终归不是办法 所以现在一般猜测 在李尚福出事之后 最可能接替中国国防部长职务的人选 就是今年59岁的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力 那刘振力是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他确实是1986年 参加过中越边境的战役 而且立过一等战功 是很少数 目前中共的军方人物中 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 他目前也是当前最年轻的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在军委中排名 又仅次于李尚福 所以很有可能顺势晋升 第三个看点 9月28日夜间 这一场招待会里 这一个着军庄的老先生 应该就是持浩田了 左手边坐的是回良玉 曾经担任过中共的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右手边坐着的是 目前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副委员长郝明金 看上去郝明金是有点紧张 或者说是拘束感 持浩田在今年的7月份 是刚刚满了94岁了 他是中共目前军方中的非常高阶 老资历的将领 曾经就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也当过中国的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的部长 事实上目前包括持浩田在内的 一共是六位国防部部长在世 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当然李尚福、魏凤和是来不了了 另外四位国防部的部长 现在至少说有三位 在9月28日官方给到的视频中 是可以找到的 这样齐整的正式的出现 现在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 在过往非五非十的年份 庆祝中共建政的招待会上 也是出现过的 当然这一次他出现 一方面还是表明 在混乱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军队透过这样的形式 在表达对习近平和他的政治精英团队的 忠诚度上是没有出问题 仍然是表示支持的 邵浩田的这一次的现身 之所以还有必要再提一提 主要是因为 日本的一家媒体已经围绕着 所谓的北戴河的会议 刊出了至少是四篇报道 第一篇报道就提起 北戴河期间 习近平已经没有一些 所谓的元老对他进行干预 但是尽管如此 他的挑战仍然很大 进入八月份之后 这一家日本媒体 同一位作者刊出了三篇文章 指中共的三位元老 对习近平在北戴河 是进行了批评和对峙 三位元老按出场顺序 分别是曾庆红 表达是比较的直接 接下去第二位是池浩田 那么他是坐在曾庆红的身边 对习近平进行了一个沉默的示威 文章的说法 他的沉默是值得玩味的 第三位出场的元老 所谓的元老是张德江 所以他构成了三个派系 江派 军方的大佬以及张德江 被理解成为是和 邓小平和邓普方 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就是所谓的邓派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 池浩田作为一位过往的 副国级的退下来的官员 如果说确实是发生了 北戴河休假期间的 那沉默的一幕 和曾庆红和张德江打配合 那恐怕就算池浩田 没有因此遭到额外的压力 他本人应该也不会愿意去现场 来表达对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的支持 9月28日晚间的招待会上 一大批军队高阶将领为习近平的讲话背书 这显然也是习近平需要的场景 那就是在加强军队反腐的背景下 他仍然获得了军队的支持 而这种支持也展示了中共的团结 但是民间对中共反腐的信心 看上去在不断动摇 火箭军的换帅 李尚福的失踪等一系列异常情况 在中国社交群组里 引来了广泛的公开化的讨论 人们对反腐的效果持悲观态度 中共显然也是意识到了 目前民间存在的这种情绪 就在9月28日 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官方网站 是刊出了一篇署名评论 中纪言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所谓的中纪言谐音 应该也是一个写作班子 写作小组中纪委言论 所以从评论的规格上来说 这个文章的样式是比较高的一篇文章 文章就特别提醒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 反腐败斗争 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是一场输不起 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关于民间的信心信任 文章还专门拿出了一段 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在反腐败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不信邪 不怕鬼不怕压 党中央 中共中央将人民满意 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高标准 坚决对重大腐败案件 加大惩处力度 坚决向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亮剑 文章就特别强调 十年魔一剑 中共的反腐败斗争 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 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当然恐怕也意识到这样的话 是比较难以扶重 文章又提到了眼下反腐败的形式 来了一个所谓的辩证法 就是说 一方面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并全面巩固 这是对取得成绩的概括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形式依然严峻复杂 这是对存在问题的准确把握 得到的结论 那自然就是反腐败斗争 是一场攻坚战 是一场持久战 文章是给到了一个思路 怎么样取得攻坚战持久战 能够坚决打赢这个效果 开了一些方子 就是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打好总体战 坚持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一体推进 同时发力 同向发力 综合发力 最后就是深化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一体构建 追逃 追赃的机制 最后就是发出了呼吁 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 文章比较的长 能够完全读完 需要足够的耐心 其实腐败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 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国际上普遍的做法 为了切断 金钱和权力之间的交换 那就是让公权力的运作 尽可能的处在阳光之下 让相关的民间组织变得强大 有发言权 包括让媒体 有所谓的第四权力 能够运用 能够发挥等等 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反腐之路 指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比较好的样板 可以去学习借鉴 甚至是模仿 偏偏要搞所谓的中国特色呢 再比如说纪委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那么纪委又如何对同级党委 特别是党委的一把手来进行监督 这样的监督究竟如何来落地呢 再比如 在中共纪检监察的一些规则 一些操作的手册之中 讲政治事实上是排在不贪腐之前的 这样下来 是否贪腐和是否忠诚就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之下 其实腐败看上去也是层出不穷 越反越腐 所以这样的特色意义又在哪里呢 太多的问题 太多的问题是需要给到答案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